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男生耳環 那像耳環的話它會有分成就是真式跟假式耳環兩種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總共會有六款要介紹給大家 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首先的話呢我們第一款要介紹給大家的是中間的這一款 這一款的話它是做雙頭圓珠的設計 那這個的話因為它就是不會像其他那種真式耳環 會有一邊是耳真的會刺到自己的那種感覺 所以像這一款的話我們就很推薦給大家戴在就是耳骨的地方喔 然後第二款的話呢是它旁邊的這一個 這個它是長得有一點像小雅玲的這一個 那它跟第一款一樣是做旋轉式的開關 所以像這種的話其實你戴在耳朵上面就比較不用擔心說它容易掉啊什麼的 那它這一款的話就是因為就是它的面積會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會推薦給大家就是把這一款耳環帶在耳垂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耳針第三款的話呢是右下角的這個 它一樣也是有就是黑色跟銀色兩個顏色可以去做選擇 那這一款的話它是有兩個size可以選的 就大家在畫面中可以發現就是銀色這個是比較大的 然後黑色這個是比較小的 那它這個在穿戴的時候其實也還蠻方便 就是你只要這樣子左右把它打開就ok囉 這樣子然後再把它扣起來就好了 那像這一款的話因為有兩個size 所以就是不管你是想要戴在耳垂啊 或是耳骨都是ok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現在很多人一定都沒有耳洞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很多人會配戴夾式耳環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夾式耳環總共會有三款 第一款要介紹給大家的是這種就是素面的夾式耳環 它沒有任何的花樣 所以你在就是平常日常生活穿搭的時候啊 就是配戴這種素面的夾式耳環其實是非常ok的 然後第二款的話要介紹給大家是這種上面有帶一顆水鑽的設計 那這一款的話它就是會比較偏就是那種就是簡約的款式 然後但是又還有帶一點點造型的感覺 那我們夾式耳環最後一款的話是左下角的這一個 那這一個的話它是上面有做一個就是十字架的花紋 然後是這樣子也是夾式耳環的 那這一款的話它就是會比較帶一點點就是潮流的感覺 然後比較有個性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所有就是介紹的耳環啊 它都是白鋼的材質 那白鋼的話它就是有抗過敏 然後抗氧化跟非常好保養的優點 在我們家購買的男生白鋼耳環啊 都可以享有就是一年的非人為損壞保固 一年內只要不是就是人為的損壞 你都可以寄回來我們幫你做維修哦 那我們今天男生耳環的話就分享到這邊了 大家掰掰